一大 衣服售出就是不能換 你以為用搶熱油 到底要不要休止心啊 沒差 小美來了 那個時候賣衣服 其實賣了三四年 然後就是會有遇到換衣服的客人 其實你們知道服務業 如果在現場可以試穿 它是不用換給你們的 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法規吧 這個換貨的法規是適用在 網路門市各位同學記得 對 我們店家讓你換已經很棒了 店家你已經試穿了 你還要再拿回來換那這沒道理 對 但是因為符合台灣消費者大眾 所以讓你們換 通常只能換一次 結果是 有沒有客人直接在店裡面打你 應該有 應該有吧 應該是打你 我敢講到好像打他是合理 打你 重點就是他已經來 第一次換說我們有線頭脫線 我們讓他換 重點我換了一次之後 回去又換了另外一個顏色 不一樣的衣服不一樣款式不一樣顏色 好換回去之後 他第二天又來換 他要幹嘛 他說 我老公不喜歡我穿這個顏色 剛剛我第一次 你老公不喜歡 我就覺得很納悶 後來呢他又要換 好我們就勉強再讓他換 因為我想說他蠻常來消費 果不其然又過兩天 真的來給我換第三次 我就這次就火了 我說小姐不行 你已經換兩次了 而且你第二次換回去的是真織衣 真織衣基本上高來胖瘦穿了會鬆 我不知道你穿回去有沒有變鬆 對 所以我不讓他換 結果他就拿了我架上一架衣服 然後就要衝出去 我就旁邊有襯衣感 要搶你的衣服 對 他就把他穿過那件放桌上 然後拿了新的往門口跑 蛤 對 然後我就拿了襯衣感 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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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一射他就 射他 然後他說 你打我 我報警出來 然後我就說你抓 你搶我衣服 我怎麼可能不射你 然後說 現場還是有其他的民眾 因為那是 你在射魚耶 射魚 射魚 不要這樣 然後真的射中他 然後現場還有其他的 就是消費者 消費者這樣 驚呼 然後可是現場就 好開心喔 他射到了這樣子 跟公子一樣 真的公子 要有同情心 那你就好好跟他講 你不應該拿 我已經 給他換第三次了 當然不行 對啊 我都不開心 不然我要自己賠錢 服務業其實很可憐 對 當然注意表情控制 表情管理 小妹 表情管理 表情管理 嘴喉喉 對客人就誠懇以待 對不對 兩次之前都很誠懇 第三次我才變這樣 各位 客人 這句話真的是很卑微 很卑微 沒辦法 現在景氣那麼差 你店裡生意不好吧 我已經沒做了 沒做了 而且已經倒了 好 你要笑什麼 就被你搞就好了 沒有 業績很好 來 有什麼抱怨妳講 趕快怒吼 不然他又要賣東西了 快點 憑什麼說我要討 不要再攻擊我的長相 我是來工作 不是被騷擾到 OK 來 下一次 還有其他的怒吼 等一下他抱怨 不要欺負來賓 等一下 就是 我那時候在南部的知名 遊樂園 然後就是工作 然後票選上代言人 然後那時候鬼屋的票選 鬼屋的票選 鬼屋的票選 對 鬼屋的票選 這是我 那時候 什麼東西 那時候這樣有試想 這有什麼好驕傲的 重點是那時候就是吉祥物 那一個月就是要巡迴演出這樣子 OK 然後重點就是客人都很沒有禮貌 然後不是說 就是我曾經就是電視上去了之後 就有人打到那種NCC客訴說 你們可以不要一直播那廣告嗎 你們 對 就真的是這樣 因為他剛好都是在幼幼台播 就是廣告都在幼幼台 然後我就覺得很納悶 到現場 然後我因為在巡迴嘛 然後就會有客人一直問 問我說 你到底是男男女的 我都很想問客人說 你是人還畜生啊 你這樣說 OK 還有人touch你的私密處 幾乎不是女生都是男生 而且會這樣直接伸手摸你 這樣子 摸用抓的 可以啊 用抓的 然後抓到之後就說 好大 你趁機在置入 沒有 就是很會這樣說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傻眼 抓了抓了 真的很傻眼 直接過來就 對 他們不是要你拍照 他不是要摸你 他就是要這樣摸你 對 我就很傻意 他沒辦法 可能大家覺得你好相處 我覺得對啊 他開你玩笑 大家也無所謂 可能沒有過得來 Discover 來 再來 抱怨 管好你的小孩 在遊樂室上拉屎 什麼意思 遊樂廁所拉屎 在咖啡杯上面拉屎 就是遊樂廁所的咖啡杯 應該是吐吧 怎麼會拉屎 我可以體諒就是他 在學習如何尿尿 要告訴家長 不包尿布 你們應該懂那個過程 對 那我可以體諒 你拉屎了 你要告訴我 我才可以去 清理嘛 對不對 或吐 可是呢 那天就是那個大碗了之後 我們就說好 東西記得帶喔 拜拜 然後都說完之後 我就發現咖啡杯裡面 一坨黃石 他的東西忘記帶 一坨黃石 小朋友 小朋友的石 又特別在吸 你知道 剉賽 對 反正就是剉賽 然後可是呢 就是覺得 你剉賽你要跟我講 而不是就是默默就走了 然後沒有跟我說 因為我們其實都可以 體諒你 生理不適 或是說怎麼了 但他就是沒有講 然後我要放下一批客人進來的時候 我就說不好意思 現場有大便 然後全部就 然後就跑了 大家都有的設施瞬間沒人 對 你是這樣 弟兄們 快回頭 前面有大便 對 還有什麼 吃了兩大鍋 還想退廢 怎麼不乾脆吃飯完餐算了 你吃什麼 吃兩大鍋 你做好多工作 因為本身太漂亮 大家都要用我 了解 你說的可是 對 就是我那時候在火鍋店打工 然後就遇到一個貴婦阿姨 然後在兩點來用餐 我們沒有管他 然後我們就 那時候很忙 假日時間其實用餐都整天了 好他就先點了鍋 我們會出小白單 跟客人對完之後 沒問題我們就出餐 然後出餐過後 那一桌我印象中 他進來大概約莫快半小時了 好他就說 我點的不是牛奶鍋 我點的是麻辣鍋 你送錯了 然後好 因為我們算是有點高單價的火鍋店 所以我們也不退回了 就放在那邊 然後看他要吃還是怎樣 然後我們就再補送一鍋麻辣鍋 不跟他收錢了 對 給他補差價了 合理合理 對 很合理 結果沒想到呢 他吃完整個用餐完之後 一個小時半鍋 他來櫃台拍桌 你們要退錢 我整個懂了那個鍋 等了半小時 浪費我半小時的人生 在你們火鍋店 然後說小姐 你沒辦法退錢 因為我們有照你的餐點 補給你了 然後重點是 我們公讀生去那邊 收火鍋的時候 兩大鍋是空的 吃完了 他完全吃完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傻眼 然後他還要退廢 怎麼會有這麼霸王的人 我就覺得很傻眼 然後我就跟小姐說 沒辦法 因為我們是有如期出你的餐點 而且我們有給你對過小白單 就是有這種人出現的 就是你本人 我沒有 我沒有啊 你是不是都有在醜化客人 沒有 人家都這樣 你問他們 對啦 對啦 有些真的是很難搞 對 真的 這個真的太討厭 真的太over 你怎麼處理這個 對 你們通常這種就是 但是跟客人說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有意見服務箱 你可以寫客訴表 然後我都會笑笑跟他說 因為我們是店面 我們是店家 我們總不能就打他什麼的 不行啊 除了那個射了 因為那就算了 反正就是火鍋店 就請他寫客訴表 然後丟客訴 因為我們其實有攝影機 所以都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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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